公元前208年的12月 帝国首都咸阳的法场上 出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临死时拉着自己儿子的手 放声长叹 无欲于弱腐千黄犬拘出上 蔡东门主狡兔岂可得呼 这个老者就是帝国的风云人物李斯 李斯不过一个家世平凡的外国人 经过自己的拼搏奋斗 因缘际会之下 成为帝国的首席执行官 执掌帝国行政大权多年 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而他的最终结局 更是令后世很多文人默克叹息不已 关于李斯的悲剧结局 实际的记载非常详细 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小皇帝上台后 搞得大家鸡飞狗跳 李斯几次想劝谏 可小皇帝一点都不听 正好李斯的长子理由 被吴广围困在新阳 说起来也是败君之将 于是小皇帝就威胁李斯 要派人调查他儿子 除非你能帮我回答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样才能永远吃喝玩乐 而不受惩罚呢 李斯恐惧之下 就写了一篇很长的谄媚文章 解释为什么皇帝就要吃喝玩乐 但是当郎中令的赵高 却看上了李斯的左城乡被子 打算谋害他 于是赵高就尽现谗言 让小皇帝只愿意和他玩 其他人都见不到小皇帝 然后赵高又跑去和李斯说 我知道你有很多忠心耿耿的话 想要和皇帝说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转达 李斯重计了 真的请赵高代为转达 于是赵高就专门挑小皇帝 在和美女愉快的时候 让李斯去见皇帝 这下小皇帝彻底愤怒了 赵高趁机马上说李斯坏话 终于说动了小皇帝 决定彻查李斯 先从他儿子李游查起 李斯发现中了赵高的忌 愤怒的上书痛骂赵高 并且请求杀死赵高这个大奸臣 但是架不住人家赵高回哄小皇帝开心啊 赵高忽悠几下就让小皇帝决定 把李斯交给赵高去查办 赵高这个人有心眼啊 派人假装皇帝派来审案的人 不管李斯说什么 就是一通打 李斯最后被打得没办法了 赵高让他说什么就胡说什么 然后 小皇帝有天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审问李斯 看李斯有什么委屈要说 李斯以为又是赵高派来的人 继续胡说八道 承认自己要谋反 小皇帝看后大喊 赵高你真是我的救星啊 没有你我还不知道 原来李斯想要害我呀 于是李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全家被杀了 这串故事真的就是故事回级别的故事 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因为实际里对李斯的下场记得很清楚 于是二世乃使高岸成相遇 治罪 则思与子有谋反状 皆收补宗族宾客 李斯遭殃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他整个家族 甚至是哪些跟他混的宾客 都跟着全遭打殃了 他李斯是个弱智随便 就上了赵高的当 还随时随地冲动的像个小孩子 可他那些宾客手下 不能都是二傻子啊 不会提醒李斯啊 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 那么李斯为什么会被杀呢 其实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了 这次并不是李斯一个人被杀 是总理冯曲级 副总理李斯和纪委书记冯杰撒大佬被一锅端了 这三个为什么会被一锅端呢 秦始皇本纪记载得很明白 三巨头在公元前208年的7月左右 联名向皇帝提出 考虑到最近的战事不利 请求减轻敖仓向中央的转输负担 申请停止以阿旁公为代表的大型工程 小皇帝由此勃然打怒 立即下诏问罪 把三人一锅端了 为什么冯曲级李斯和冯杰要这么提 为什么这个提议会让小皇帝愤怒呢 我们回顾下张涵败将和张涵作战两节就能看得很清晰了 十个月前 张楚州文部大军攻破韩古关 打到了首都咸阳附近 帝国迅速决定组建军队反击 在此过程中 关于部队的组成和部队指挥中枢的组成 引发了一轮博弈 最终行政口获得了胜利 帝国决定以中央军为主力 服以离山 阿旁公的精壮行徒 由行政口的张涵担任主帅 这也意味着 帝国这一轮军事行动的领导责任 就由冯曲级李斯和冯杰全部承担 帝国这轮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很明确 就是恢复敖仓对中央的物资转输 八个月前 张涵率军出征收复了敖仓 只好是一个多月 就攻灭了张储政权 但是行动过程遇到了不小的简缘 而且关外形势超出想象 河南地区叛军遍地都是 中央军无法在河南一带站稳 无法达成战略目标 为此 张涵抱怨兵力不足 帝国摇紧牙关提供了援军 由司马兴、董毅等率领 中央军接下来屯兵魏国首都林济城下半年之久 尽管在一个月前攻克了林济 灭亡了魏国 但关外局势已彻底糜烂 叛军的新兴之火早已燎原 就在本月 中央军遭遇新崛起的豪强向良的攻击 第一次迟到大败仗 这也就意味着行政口三巨头背书的这次军事行动已经彻底失败 短时间内恢复转运的战略目标已不可能实现 此后 被行政口排除在外的王笔的名字开始出现在记载中 也就是说 帝国已不得不动用北疆的长城军 关中已经被断粮差不多一年了 关外局势没任何好转的迹象 帝国可以说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 前线的张涵 司马兴当然有责任 但他们只是执行者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他们一直胜多败少 任谁都能知道 帝国这半年多之所以战略失败 核心问题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帝国到处都是敌人 杀了一查又一查 这仗你要前线怎么打呢 从战略上来说 冯去集 李斯和冯杰立主由行政口带中央军出击 结果打起来才发现兵力严重不足 从政治上来说 他们这几年都是帝国行政的主要责任人 他们必须要对失败负宗责 因此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皇帝都需要对这三个重臣问责 面对问责 三个大佬不可能躲闪 只能硬着头皮提出自己的应对建议 道多 皆以树草转作师苦 赋税大业 请且指鹅旁工作者简省四边数转 关外局势已然崩溃 现在帝国就靠山西洛阳四川和汉中这些地方的转输来勉强维持 背水车薪还不如停了 战争的消耗太大 输入的粮草物资太少 帝国首都现在维持不住了 所以只能战略收缩 什么鹅旁宫之类的就没必要建了 这个建议站在我们局外人的角度来看 真心说似乎也是只能如此 帝国都成这样了 还坚持此前的居重欲轻的战略 还留着一大堆干吃饭起不到太大作用的刑徒干什么呢 但是年轻的二世皇帝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 行政口三巨头的提案 相当于直接把始皇帝末年开始 小皇帝进一步深化的整个的改革构思给全盘否定了 行徒放规 地方向中央的转输停止 帝国等于又回到了多年前对地方文书控制的年代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如果放弃对地方人员和物资的抽调权利 加上关外的糜烂局势 帝国就等于要回到同以前的秦国时期 但是帝国还能回去吗 帝国回到秦国时期 意味着帝国要重走当年征服六国的进程 可问题是 当年秦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 征服六国也用了整整九年的时间 那还是已经把各国打服了 等着收割了 如果一个个算 打赵国就先后花了七八年 失败了好多次 保守估计帝国回到几年前也得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 小皇帝哪等得起呢 更关键的是 当年的六国能和现在的关外群雄比吗 在我们固有印象里 可能会觉得战国时期的六国个个都鼎鼎大名 似乎应该比现在的一群泥腿子强 可战国时期的六国领导们 你要是和大家比爷爷比太爷爷 比祖宗十八代 那大家确实比不过 其他还有什么比现在的群雄强呢 我们在秦帝国的灭亡连载的第一节 开国雄主还是亡国之君就和大家分析过 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漫长岁月 战国列强其实都已是垂垂老矣的老爷车了 论动员能力 论后勤组织能力 论各国协同作战的能力 论兵员的连续投送能力 现在的群雄比当年列国强不少 秦军东出仍然一个个诚实地拿下 有模有样 和当年的秦达六国没啥分别 可今崛起的群雄达成基本的一致后 那是秋风扫落叶般席卷 轻易就能打进关中 群雄们在长期连续作战的背景下 仍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投送 数以十万计的部队挺进关中 秦国又哪能扛得住呢 回过头来看 现在的局势早就超出了 三巨头个人的应对能力 也难怪他们被问责后束手无策 我们可能还有一问 小皇帝清洗三巨头 为什么能这么轻易呢 难道帝国的皇权强到这地步了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 皇帝想要把左右丞相和御士大夫一锅端 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现在不是正常情况 帝国首都可以派出去的部队 大都已派出去了 首都的部队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三个区域 宫门外城池里的部分属于咸阳县 这里的士兵属于地方长辈郡的县族 这支部队是政府口的人最容易施加影响的 比如咸阳县令 内师等都有能力截支部队 而这些人和政府口的三巨头 无疑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现在帝国主力都在关外作战 大部分县族都和中央郡一起在前线作战 建了皇宫 皇宫本身还可以继续细分 建了办公场所叫殿 在王邸皇帝居住场所叫金钟 宫内殿外 属于魏魏率领他的魏族控制的范围了 这支部队仍然是由国家委派保卫皇宫 理论上这支部队是行政口可以干预的 从制度上这支部队也是受丞相节制的 在网内进了殿 那就是皇帝的私人区域 这里的部队属于郎中令带领的卫士 在网内进了皇帝居住区 这里的部队都是皇帝的贴身禁卫 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御前侍卫 正常情况下最外层的县族和首位皇宫的魏族 都是行政口有能力节制的 这时皇帝自然不能随便就把三巨头一锅端 毕竟你把人逼急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现在县族数量很少 皇帝身边的卫士和御前侍卫的数量相对比重就加大了 不过关键还要看守卫皇宫的魏族们的战队 魏族的首领是魏令 也就是汉帝国的魏巍 除了魏令外 最大的头是中车府令 宫内骑兵部队受其截止 是不是想起来了 当年的赵高就是中车府令呢 赵高在宫中的魏族部队 禁营了很多年 他对这支部队的掌控远非其他人可比 三大部队 行政口可以保卫自己的县族被大量抽掉 其他两支部队都是小皇帝和赵高牢牢掌控 这就决定了三巨头面对小皇帝的攻击时只能束手就擒